接下来请收看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关心 110年全国武艺展演大会 12月4号在台中圆满剧场登场 近7000名舞者齐聚尬舞 各团体中轮流登台 展现10个武艺项目 秀出大家对运动舞蹈的热爱 近千人齐跳的土风舞 展现大阵仗震撼 百位瑜伽舞者尽情伸展肢体 给予大众祝福 太极拳八卦掌 展现传统武术的利与美 以及掌控柔软与力度的楼栗球 10项武艺项目 在近7000人的展演下 舞出健康与魅力 非常高兴全国武艺展演活动 今年在台中市举办 这是来过全国各县市的舞蹈团队 所有的项目非常丰富 我想这就是培养一个 健康活力运动的精神 110年全国舞艺展演 开场请来了 轮椅舞者进行表演 结合国标舞蹈散发热情活力 在台中圆满剧场登场的舞展 吸引了各县市 近7000位爱好舞蹈的民众起聚 台中副市长令狐达荣 台湾体育总会理事长汪辉 体育署科长王立恒 金融市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金门体育会理事长唐立辉 前国策顾问蔡玲兰都到场共襄盛举 这个活动本来在6月份要办 因为疫情关系延到这个时候 将反而好 因为6月份的我们要是在 这个沿板剧场会太热 这个天气刚刚好 也非常谢谢老天帮我们这个忙 我们这个活动来自全国22县市 包括金门彭武 他们昨天晚上都已经来这边住了 而且还有包括高雄各县日来 有将近6000多位先走 我们为了他们喜欢 为了他们高兴 所以带给他们的健康和快乐 舞蹈是适合各年龄族群的运动 动作是个人喜好与状况调整 运动的速度与运动量可快可慢 适合初学者从事外 更适合影法族群 不少近百岁的长者分享舞蹈的喜悦 我今天是89岁了 平常都很喜欢运动 平常都很喜欢走路运动 五点是到上场 对运动是很好的 希望大家都来运动运动 对身体很健康的 舞台上舞台下 大家共同切磋舞异 秀出自信美丽与热情 展现全民运动的成果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而在这一场全国舞异展演大会中 金融市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带领2000位的舞异爱好者 前来共襄胜举 阵容最为庞大 您喜欢哪一种舞蹈呢 是国标舞的优雅自信 土方舞的热情伯利 原济舞的利与美 楼梨球的控球楼梨 还是中东肚皮舞的节奏与肢体美 不管是哪一种舞蹈 音乐一下 就让整个人散发不一样的气质与魅力 基隆乡亲对舞蹈的热爱 在这一场全国舞异展演大会中 站露无遗 在楼梨球项目中 可见是一员钟禀君 与团圆展现的肢体楼梨 这球随着球拍舞动 怎么样都不会掉下来 在工作行程中 其实身体的体能有变得比较差 那这一年加入楼梨球之后 真的体型有雕塑 而且体力变好 然后整个气色也越来越好 加入楼梨球最大的好处就是 我们身体会越来越健康 然后身材也越来越苗条 楼梨球在 另外原济舞中 市议员郑凯林率团南下台中 展现丽与美 原济舞运动是结合音乐 跟我们的运功功法等等的一些运动 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加的健康强壮 而舞出大阵仗的土风舞 在李柏源李市长的带领下 展现庞大的气势 两首舞曲是不同的性质 一个是很轻快活泼的 一个是有相当的舞蹈技巧的 像是表示我们台湾级总统舞协会 各县市代表队都非常的认真的学习 国标舞的两大项目 不仅让民众看见优雅自信 更引领民众感受 智障朋友不放弃的精神 与韵律之美 我们挑国际保证的话 可以让身体健康 可以会不会老 像我已经80岁了 你是看不出来了 我是活力生辈 对这事情都有信心 其中资深艺人成熟力 推广瑜伽运动不遗余力 他以自身的例子 鼓励大家一定要多运动 只要愿意付出行动 都不算太晚 我参加这个活动已经十几年了 除了在基隆还有在台中 那看到每一年 一年比一年增加人数 我觉得好棒 我非常谢谢我们镇理事长的帮忙 他每一年都会休息 所以快来你一定要来参加 所以今天你看 现在距离开始还很早 可是已经满满都是人了 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让瑜伽能够有机会 让大家看到瑜伽是一个身心健康的活动运动 长期可以做的事情 我今年72岁 即将进入73岁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动灵 赶快来参加活动 金融市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近年来积极推展武艺运动 鼓励大家走出来活动筋骨 更以大团体的凝聚力 展现运动的好处与必要性 这次基隆有来了将近28台的车 包括我们的楼梨球 土旺舞吧台 太极钱 炎姬舞 宜家 都来参加这个活动 基隆就来了2000人以上 基隆在这个活动里面 我们是领头羊 带动我们基隆市的运动能力 增加了很多 尤其我们李后昌民市长 这几年上任 对这些活动都大力的支持 包括我们省的比赛 也都是在基隆 希望基隆 能把这活动多多推展 带领台湾 这场活动不仅展现 大家对运动舞蹈的热爱 也呈现近年 市府推动全民运动的成果 您喜欢哪一种舞蹈呢 欢迎加入武艺行列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疫情改变人们的生活 线上购物成了常态 为了要协助基隆 农与业者争取商机 基隆市政府特别邀请到 人气电商平台 与业者展开美味对话 一方面协助农与业者 拓展卖点增加收益 也让消费者享受 产地生鲜直送的基隆美味 风蜜是量很少 风蜜因为压角木风蜜 它这个是量非常少 能够采到是很幸运的 拿着罕见的东密 金明昌龙园主人张金坡满是骄傲 对于首次参与电商平台 贩售之家龙园生产的龙特产品 张金坡充满期待 我们就是第一次 想来尝试看看 了解看看 因为我们的产品 就是只有在我们那个农场销售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生产的东西又很多 每一年产的东西又没有办法全部销完 所以我们就是加入电商 看能不能都销售一些我们的产品 说到我们基隆呢 不只好伤好水 当然呢 在我们呢 这是由基隆市政府产发展处举办的 龙鱼业者电商煤盒会 特别邀请七毒马林休闲农业区农场业者 与基隆鱼业生产业者和人气电商平台代表 来一场美味对话 一方面协助基隆农鱼业者拓展商机 也让消费者能体验产地新鲜直送的基隆美味 我们七毒马林还有我们基隆的休闲能源区 都有相当多优质的产品 那在疫情的期间 那我们会发现说 这个观光客他可能没有办法进到 进到我们的休闲能源区来 但是透过电商 透过宅配等等的方式 那会创造出很不一样的业绩 那我们希望说在疫情的这个经验 能够把它推广扩大 那今天特别举办了一个电商的煤盒会 那让我们电商的品牌 跟我们休区的农友 能够有第一次的面对面接触 那然后能够来拓展这个电商 在休闲农业区的商机 从产地直送 让消费者能够以最优惠的价钱 那最快的方式 那接触到我们休区的产品 那来品尝我们基隆马林 还有我们休闲农业区的最新鲜的美味 展示当季大虾 基隆区会方面非常肯定 农与产品加入电商平台 运用线上通路销售的做法 因为这几年电商平台就新奇 那余会其实一直用传统的门市行销的话 可能会跟不上时代潮流 所以我们现在也开始加入这个电商 然后让我们的销售额增加 那每年过年其实金额销量都有年年上升 出席的电商平台代表跟希望 让基隆优质的山海特产 透过线上直送到消费者手松 最近饭店在create我们的网路的通路 我们知道封城封路就是封不了网路 所以我们现在在网路上 也把我们地方的特色农鱼产做成伴手礼 然后在网路上跟我们的所有杯品一起销售 那希望所有来过基隆或是还没有来过基隆的人 他可以在我们的网路上看到基隆当地特色农鱼产 然后在外地就把我们最棒的产品带回家 在家里使用或是送给他的庆朋好友 除了各式农特产品与伴手礼 包括飞海手座原地 即以蓝蓝DIY体验课程为名的大金休闲农场等 也将一并在平台上架 让旅客安排基隆一日游更加省时便利 新鲜紫兽 基隆最新 记者张祈腾基隆报道 全台唯一的LED环保圣诞灯塔 12月4号晚间在基隆海洋广场正式点亮 吸引了众人的目光纷纷合影留念 高17米的圣诞灯塔将持续点亮到明年的1月2号 12月25号圣诞夜还将举办盛大的圣诞晚会 在众人倒数声中 助力在海洋广场的圣诞灯塔瞬间点亮 为寒广场增添浓厚的圣诞气氛 这是由基隆市喜乐生活发展协会团队所设计 全台唯一的圣诞灯塔 高17米的粉红色灯塔 由3万颗LED灯泡组成 将从12月4号起 一直点亮到明年的1月2号 立法人蔡世英 与代表基隆市长 林又昌出席的基隆市政府秘书长黄俊毅都希望 透过见证圣诞灯塔点灯 一起来期待明年基隆的蜕变 我们每年12月最期待的就是这个圣诞点灯的活动 那我相信今年第7年 也就是林又昌林市长上任的第7年 老天爷赐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天气 等一下这个圣诞点灯一定会非常的漂亮 那另外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基隆的海洋广场 那我们整个市政府的重要的建设都在这边 我相信基隆市的市民都陆陆续看得到 把我们西边的这个成绩转运站国门广场 把我们东边的这个游轮广场跟武华中心的改建 陆陆续续都在港工当中 明年一月份之后就陆陆续续续的完工 所以整个市中心的城市的面貌都会变得不一样 那为什么我们在基隆要举办这样的活动 因为基隆是全台湾最西化的一个城市 什么叫做最西化的城市 是因为基隆是全台湾最接触外国影响的一个城市 各位都了解到我们在前一阵子 我们的大沙湾历史文化园区的开幕 那个大沙湾历史文化园区是文化部 是已经争取文化部补助推动的案子 这里面代表的基隆发展的历史过程里面 包括了我们的西班牙人、法国人等等 欧洲的这样的宗教文化的影响 对基隆影响非常的多 那基隆做一个海港城市 也是全台湾跟外国接触最多的城市 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认为由基隆这个地方来举办 Christmas的相关的活动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 点灯仪式现场还有基隆高中音乐班弦乐式重奏 爱家小天使鲍佳音 能爱及新一国小合唱团美声 及压轴的长笛演出 12月25号晚上还将举办 软心圣诞爱在基隆盛大的圣诞晚会 希望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平安又欢乐的圣诞夜 记者张琪辰基隆报道 我想要月入百万赚大钱 我想不住好转开银车 我想要天天杀银银排包 断断吃高级热力 来 现在签下去 你就是人生赢家啦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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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应征勾着时要确认证实性 以免求职不成反受害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维持一个家庭的日常开销 真的很不容易 守护重要的家人让我们祝您一臂之力 基隆市政府协助就业弱势租群 提供各种协助 各区里办公处也定期举办正裁活动 帮您找到合适的工作 欢迎回到中央新闻现场 基隆市违规脱掉费用已经有20年左右没有调整了 在基隆审计师的检讨下 基隆市警察局针对小型汽车保管费 每日100条高为200元 大型汽车每日300条为500元 希望提高一倍的保管费达到嚇阻的作用 让民众减少违停 基隆市违规脱掉费用已经有20年左右没有调整 在审计部基隆审计室检讨下 基隆市警察局针对基隆市处理妨碍交通车辆自制条例 提部分条文修正案 12月2号先送请基隆市议会审议通过 小型汽车保管费将从原油每天100元调账到200元 大型汽车保管费从原油每天300元调账到500元 而大型车和义饮车的一致费用 则从每次2000元调涨到3000元 警察局长刘耀钦进一步表示 由于这项自制条例已经有20年没有修正 部分法条和作业已经和实际状况不符 为了避免保管费高过车辆残职的不合理现象 以及保管费无限增加不符比例原则 并且有效提升拍卖效益 主要的目的是拉平作业成本 提高运作效能 借由保管费达到嚇阻作用 让民众减少围停 围停的部分会有一个嚇阻强化的作用 就把我们脱掉拍卖的守得 来抵扣我们脱掉费跟一致保管费不足的现象 那这部分就可以避免说 将来我们这个拍卖的守得不足以抵扣的情形 所以我们也有定定了我们搜集既往的规定 也就是我们将来拍卖 在我们这次条文修正以后 它以前的拍卖如果不足以抵扣 还可以搜集既往 就是在市同市已经达到我们这个抵扣的上限 由于在基隆市议会联席审查会议获得一读通过 没有议员有其他意见 预料也将在市议会大会二三读顺利通过 预定从民国111年1月份开始可以正式施行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八堵路一处民宅门口 屋主在路边叫车遭人扎破车窗 调阅监视器发现是一名52岁的男子拿着铁条犯案 大半夜男子在马路上来来回回 往路边停放的黑色轿车看了好几眼 原本已经离开 过了几分钟 他再度出现手拿铁锤直接往后车窗闸 被害车主的轿车后挡风玻璃全碎裂 左后车门凹陷 事发在11月30号凌晨 基隆八堵路一处民宅门口 停好车辆却无故招人砸破车窗 被害车主钓鱼监视器 这才发现这名男子是一名惯犯 还一喝酒就会砸车 在三年前我当局长的时候 他也破坏邻居的车子 结果那个摩托车 三千块的维修会还是我帮他付的 当事人觉得很耐 因为去年11月家门口盆栽被砸毁 还用铁锤敲铁门 凹了三个大洞 结果现在男子又来打破轿车车窗 当车主提到报警 去年10月他去我家 也是凌晨 总共弃了七次 最后一次是用铁锤 去敲打铁门 然后又破一般的机油 男子被一毁损 男子被一毁损罪移送 现在邻居每天夜晚都会把灯打开 就是希望别再发生乱砸东西的事件 记者黄绍铭基督报道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主办的第21届国人自治儿童 及少年优质节目五星奖颁奖典礼 今年总共有54个节目参赛 共有14个节目获得五颗星的推荐 最后由客家电视台女孩上场 获得年度最佳儿少节目奖 接其推动媒体素养的中佳级团 也连续三年赞助支持儿少节目五星奖的颁奖活动 期盼抛砖引玉 鼓励制作团队产出更多优质的儿少节目内容 客家电视台女孩上场 第21届国人自治儿童及少年优质节目五星奖颁奖典礼 今年在54个参赛节目的激烈竞争下 由客家电视台女孩上场拿下年度最佳儿少节目奖 制作团队开心上台领奖 也向观众朋友推荐这部优质儿少节目 那在做这个故事的过程中 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 其中有一位演员 他现在也是球员叫邱凯欣 他说我问他 你看这部片 你会想怎么样跟大家推荐这部片 他说我希望 全台湾的爸爸妈妈们能够看这部片 你就会知道 你的小孩为什么那么喜欢打篮球 我觉得喜欢打篮球 就跟所有的艺术创作的青少年 为什么那么喜欢 因为在那个氛围 在那个状态下 他可以忘记所有他应该要烦恼的 然后所有的误会 或他跟所有同学之间的纠葛 或许都会在那一刻就化解开来了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他们很自由 在那时候他们勇敢 也是因为篮球 他们因为可以相聚在一起 因为篮球 他们可以什么都不怕 主办单位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指出 今年的参赛节目各具特色 尤其是公共媒体表现亮眼 儿少发声奖 由原住民族电视台酷娃娃获得 客家电视台巷弄里的极光片语 获得中加数位企业特别奖 公共电视匠星匠星则夺得两大奖 儿少社会参与奖 及儿少评审团奖的殊荣 此外今年也新增了 促进性别平等教育奖 与最佳观众票选奖 共颁发了七项大奖 提供高达27万总奖金 今年的作品 数值都非常的高 然后今年我们有儿少评审团 也是扩大办理 所以儿童青少年不只是观众 他也可以参与这个主动的评审的过程 选出他们心目中最好的节目 16到18岁的这个节目呢 表现得最为杰出 这是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地方 那尤其是以剧情片跟纪录片 表现最为亮眼 那我觉得在我们评审 能够引起我们评审的眼前一亮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有没有儿少的参与 关心儿少视听传播环境的中家集团 连续三年赞助支持这项儿少节目五星奖颁奖活动 五星奖也在中家的支持下增设中家企业特别奖 今年度由客家电视台项弄里的极光片语获奖 中家集团陈协和副总亲自到场颁奖 鼓励本土优质节目制作 为儿少媒体教育尽一份心力 中家非常荣幸能够连续第三年来赞助 美观所推动的儿少优质节目的评选奖项 那主要是作为国内有线电视的龙头 我们非常关心是不是这个节目的优质节目的一个提升 那特别是我们也希望透过儿少来观看这些优质节目的同时 也能够同时提升这些观众儿少的观众们 能够有独立的一个意识来判断说 这些节目的优良以及能够提升他们的媒体素养 美观董事长罗世宏也感谢中家集团积极参与 并支持儿少五星奖活动 让各界更关注儿少的传播权 美观表示下界也将以多元族群融合为年度主题 期盼有更多的儿少优质节目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再来是破案消息 刑事局破获了一起虚拟货币假投资诈骗案 诈骗集团又YPT假交易平台又骗被害人投资 更透过脸书广告吸引被害人 LINE讯息洗脑 甚至进行线上直播 教民众买卖股票及虚拟货币 其中一名家庭主妇就被骗了1100多万元 手机讯息全都是私人小秘书 教导民众如何买卖股票与虚拟货币 诈骗集团透过LINE群组 邀投资人加入假虚拟货币网站会员 以手机下载APP购买虚拟货币 甚至透过每日线上直播分享会形式 教民众买卖股票与虚拟货币 其实全都是一场骗局 比较特别是他们还有用一个 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线上直播的分享会 他们就是以全球精英操盘手当作名目 这个债卖集团有四个精英老师 他这四个精英老师呢 他们就是每天晚上都会分别的 轮流分享一些他们的投资理念啊 然后怎么帮你买股票啊 然后怎么买虚拟货币 然后让民众去选择你想要跟随哪一个老师 如果你想要跟随其中一个老师的话 你就必须要给他五十万 然后保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呢 这个老师会帮你带操盘你的这些资金 包括去买股票啊或是虚拟货币 所以你的钱必须要给老师 但是如果你这三个月那样买回来的话 你就会要缴违约金 所以这是他们直播分享 而且我发现他分享会办得非常的专业 他们似乎有专业的摄影棚 然后还有专业的美东就是一些团队 在背后做这些东西 警方破获诈骗集团水房 查货手机电脑主机 以及银行存部提款卡等张证物 还有一台名车 初步清查至少有二十名被害人 诈骗金额高达四千万元以上 其中一名家庭主妇就被骗了一千一百多万元 被害人投资之后 如果要取款或者是要领回所投资的款项的时候 诈骗集团就在于这个系统故障 或者是这个需缴交违约金的各种理由推脱 甚至关闭讽战 致使被害人无法领回所投资的款项 这是诈骗 警方发现嫌犯还会使用许多假账号 在投资群组里制造参与者众多的热络假象 甚至伪造场外交易平台 假冒虚拟货币交易买卖 又使被害人信以为真 呼吁民众切莫上当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